摘要,北京时间9月3日凌晨,柏林赫塔克场2比0击败沙尔克04,宣告着2018-19赛季德甲,第二轮比赛的正式落幕, 而各支队伍经过两轮比赛的预热,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北京时间9月3日凌晨,柏林赫塔克场2比0击败沙尔克04,宣告着2018-19赛季德甲,第二轮比赛的正式落幕,而各支队伍经过两轮比赛的预热,也逐渐走上了正轨, 在目前的积分榜上,德甲巨人扮演以竞胜球的优势占据首位,前两个赛季表现不佳的沃尔夫斯宝泽紧随其后,位列第二,布莱梅目前以一升一平击四分的成绩位列第七,作为布莱梅的亚洲官方赞助商,合计娱乐为其助威,送德甲门票的活动,于近日火热拉胎序幕, 上赛季,布莱梅俱乐部官方宣布牵手亚洲知名游戏品牌合计娱乐,两者将携手征战2017-18赛季德甲,在赛季进行期间,作为布莱梅的官方赞助商,发起了多重线上与线下活动,包括三轮德甲现场观赛活动,邀请了数百位球迷亲临比赛现场, 因此,当本赛季合计娱乐宣布与布莱梅再续前缘,将并肩征战新赛季时,很多球迷都猜测首轮德甲现场观赛活动将于何时开启,如今,合计娱乐官网给出了准确的时间, 2018年9月1日开始,到明年5月18日本赛季德甲赛事全部完结期间,合计娱乐将持续推出数轮抽门票送德国旅游金,为布莱梅疯狂打破活动, 比赛期间,球迷们只需于合计娱乐充值达到指定标准,即可获得一个五位数的随机号码,每位会员每周最多,可获得200个号码,最终,合计娱乐将按照抽到的号码大小进行排序,而排出数值最大的两位会员,即可获得每人两张得奖现场门票的奖励, 其中布莱梅VS贷人,布莱梅VS多特蒙德等五场热门赛事,更将加送2万元旅游基金,目前,首轮抽门票送德国旅游金活动,已于9月3日9日期间火热开启,数以万计的球迷和会员立即加入到了想夺本轮每人两张得奖现场门票的活动中来, 而当活动结束时按照规则排序最大的两名球迷,将可获得10月20日沙尔克04VS云达布莱梅比赛的现场门票,前往德甲现场,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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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